都说三年拳不如一年招 真的是这样吗? 摔跤有那么厉害吗?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摔跤在徒手格斗中为什么如此强势 以当今顶级格斗赛事UFC终极格斗冠军赛为例 从UFC历史上各个级别最具统治力的选手来看 机会有3分之20摔跤手或者是摔跤流的选手 如GSP,凯恩·维莱斯奎兹,丹米尔·科米尔,小英·卡比布 以及卡曼努·斯曼等等 都是摔跤比较强势的统治级选手 就连半路出家的布洛克莱斯纳也能凭借一手摔跤本领在中量级夺得桂冠 那么摔跤到底强在哪? 首先第一点,风格 毫不夸张地说,摔跤几乎克制所有战力流派 不管你是拳击高手,还是空手道黑带 一旦把你摔倒,你就注定什么也做不了 第二点,力量 相对于其他流派的选手而言,摔跤手需要做更多的力量训练 不论是爆发力,耐力,还是核心力,都是摔跤手的强项 第三点,控制力 相对于其他流派,摔跤手的控制能力是很强的 因为摔倒对手的前提是要将对方控制住 所以摔跤手更懂得如何去抢把位,如何去控制对手 另外就是,在MMA综合格斗比赛中 摔倒对手的次数和控制时间将作为判定胜负的重要依据 更加说明了摔跤在格斗比赛中的重要性 可能有人会说,这只是比赛,街头实战肯定不行 那我只能告诉你,街头实战中摔跤手更加危险 毕竟水泥地可比格斗类台要运得多 我始终认为摔跤才是世界上最强的格斗术 不知道老铁您是否认同